凌晨一点钟的老窝万象绝对颠覆你的认知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山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就是凌晨一点钟的老窝万象 这是在湄公河附近啊 老窝的凌晨一点钟相当于国内的两点啊 万象作为老窝的首都啊 12点以后啊基本上都关门了 但是街上还是常常会有一些人 这是在万象的湄公河附近啊 湄公河作为万象最繁华的地方 这里平时都是人山人海啊 人非常多啊非常热闹啊 一点钟之后啊基本没人了 但是街上还会出现一些流浪汉 除了流浪汉之外还有一些喝醉的 因为万象这边酒吧非常多啊 从酒吧出来的人啊基本上都是醉酒状态 老窝是东南亚的一个啤酒之国啊 他们喝啤酒非常的频繁 他们这个酒量也非常大 一般一家人搞个派对啊都喜欢喝酒啊 喝的特别多啊 所以说喝醉的人在这个老窝万象街上也是随时可以见到的 在老窝万象街头啊除了喝醉的之外啊 还有一个特别的服务人员也会在后半夜出现 像这个特别的服务人员在中国几乎是没是没有的 是绝对看不到的啊 大家都知道泰国是一个人妖之国啊 泰国的人妖非常多 其实在老窝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妖啊 虽然说老窝的人妖没有泰国的人妖多啊 但是走在街上也是随时可以能看得到 尤其是在后半夜啊凌晨一点钟之后啊 如果你走在湄公河夜市附近啊 你会看到有很多很多啊 那些女的呀 看着长得像女的啊 也说不准是男的 反正男女分不清楚啊 有些人骑着摩托车啊 就和你说话打招呼啊 甚至搞各种暧昧啊 各种暗示啊 其实说白了 人妖这个行业在老窝也不是被大众所接受的 有一些相貌不咋地的人妖啊 为了这个挣钱啊 然后就是由在后半夜出现 像这样的事情啊 只有在老窝后半夜才能见得到啊 平时在白天啊 或者是在前半夜 几乎是见不到这种情况的 前半夜的老窝万象是一个心心向荣 是一个繁荣热闹的城市啊 当然在后半夜的时候啊 如果你走在街上 偶尔可以看到有几个男的骑着摩托车 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他们有可能是那种准备抢劫 或者是预谋抢劫的 老窝虽然说相对比较安全 但是像抢劫事情也时有发生 那么也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看着你 但跟上面有那么多的